福岛核事故距今已有十年 我们没有等来日方有效防止核污染水危害周边生态环境的措施 却等到了日方以排海方式处置核污染水的单方面错误决定 我们没有看到负责处理福岛核事故的东京电力公司从灾难中吸取教训 却看到媒体不断曝光东电公司在核电管理上草率混乱 隐瞒虚报和篡改信息的斑斑劣迹 日方在福岛核事故处置上一次次实现于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 让我们不得不对其宣称的所谓安全处置方式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以及提供的信息和数据的真实性 可信性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日方为一己之私做出的危险决定将遗害子孙后代和全球生态 这笔账如果日方不算明白 国际社会必会帮他算明白 如果日方揣着明白装糊涂 国际社会肯定不会答应 日方应该认清自身在福岛核污染水问题上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回到同利益有关方和有关国际机构开展协商的正确轨道上来 不得擅自启动 排海行动